这个东西是一个贵妇来用的东西 因为它不便宜 家人们确实不便宜 但是是真真实实 你能看到效果的 然后我们店铺是599一盒 而且家人们一盒 一盒就四片 一盒就是四对 知道吗 599四对 599四对 然后今天 把它贴在你这个法令纹上也可以 眼睛上面有文文碌碌的地方都可以 来贴一个给大家看 反了反了贴反了 对 随着它这个 对 还是反的算算就这样吧 来 就是你拿了一个文文碌碌 你就给它贴哪 然后一会看到没 这边已经消失了 冻干已经消失了 被皮肤全部吸收了 我今天还化了妆 一样可以吸收 一瓶就四贴 四个贴纸 加四对冻干 我们是做到599的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跟那个面膜 面膜拿给我 刚才69块9那个面膜 家人们 如果你有抗皱紧致的需求 这两个B盘 这两个真的 你用完之后 一定会来找唐糖回购的 这是我们真的是 明星产品 这是我们家的明星产品 虽然是599一盒 今天家人们 唐糖给你开一折 来给我上个链接 开一折 好的 开一折 一折这么低 59块9 真的开这么低啊 59块钱 来给我拿两盒 家人们 两盒 59块9两盒 59块9两盒 家人们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上两盒 这是高端的礼盒 59块9我上一盒 上一盒 另外第一盒你用了 你觉得用一片 你觉得唐糖忽悠你不好用 你给我退了 把那盒不要给我拆开给我退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今天不上单只上双 不上单只上双 知道吗 59块9 给我上价啊 嗯 它这是深层修护的 受寸细胞的 299啊 我让你上59块9 你给我上什么299 59块9啊 459块9啊 家人们直接去拍 看一会儿啊 这边这已经要没有了 已经要没有了 你只要有纹纹碌碌 里面有各种活性态成分 蛇毒态 9态-1 6态-2 寡态-1 这些全部都是对抗皱紧致 有作用的产品 这个里面全部都含 为什么我要 对测试报告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然后看到没 抗皱紧致冻干眼膜 多态抗皱紧致水润 眼膜贴 你们去哪里买这个产品 敢这么给你写的 敢这么给你写的 家人们 所以我说不便宜 确实不便宜 599确实不便宜 所以我今天给你做个一折 家人们你们感受一下 你用完这两盒 你会看到改善的 你会看到改善 而且你会来找我回购的 我想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真的有家人说 唐糖你们的产品可以 你们的产品真牛 好不好 就是 我说实话 59块9你用完 你肯定会来找我 我说实话不够 真不够 因为这种 你看得见效果的 这种抗皱的东西 你用完两盒之后 你会很惊喜 你肯定会来找我回购 我希望有一天 你们跟我说 唐糖你家产品真的不错 你要我上 我再上 我就第一次 把价格 给你们放到最低最低 好吧 这个送给爸妈朋友 都是很上档次的领盒 很高端的领盒 提示半瓶是黑的 为什么半瓶是黑的呀 什么原因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阿伟开播了 是个瓶吗 不是 是我不知道这边怎么了 家人们你们告诉我一下 怎么回事 我不太懂 他们看我是正常的呀 我才用了一分钟 我给他取下来了 就是文文碌碌都感觉平了 就这么牛 就这么牛 家人们 你们去试一试吧 去试一试吧 肯定是有原因的 没事没事 当然可以 家人们 50岁60岁的姐姐们 你们是最有 你们是最有抗皱跟紧致需求的 为什么我今天不给你们上 什么那个小姑娘 就是那种什么补水的东西 为什么那种东西不值钱 我实话实说不值钱 一个产 在我们做护肤品研发里面 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抗皱紧致类的产品 因为这个抗衰是 就是说可以说人类一个最大的课题 也是一个最 一个最难克服的东西 我今天跟你们上的都是很活 跟你们上的全是很活 你好 你好你好 潘总 刚刚我代表我兄弟 我代表阿伟 这个跟你说一句 确实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因为在你直播间 因为其实阿伟的意思 就是我这位兄弟啊 我我我把你 好的知道不 就是 刚刚呢为什么阿伟会生气 不是因为别的啊 就是因为你想着阿伟今天 阿伟跟叔叔是想看你对不对 他们是很久没有接到你了 然后呢一直你你那个助理在说话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生气知道不 你说他的说是他你助理吗 我们都是对不对开公司的 我们都是这个懂管理人的吗 我觉得有一些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做到 对不对 我搞得阿伟刚刚一直在生气 对不起对不起 阿伟你看你又说对不起 你一说对不起来了 那等一下家人们全部又说我们了 没有我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今天确实是我不对 阿伟你别生气 我刚才还说你们什么时候开播 然后我想去就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会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让阿伟挺尴尬的 我确实对不起 阿伟你没生我气吧 不是我身体气干嘛呀 我就那个那个那个做你说话 有点不不礼貌 我的意思呢就是让你注意一点 就是就是不要不要遇到什么 那种那个我是我是关心 你知道吗 但粉丝们觉得我我在吃算什么 老师说什么 我哎呀我好投资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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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是我是我这边的问题阿伟 你这边没有问题 然后你跟叔叔然后想我了 然后希望我回去什么的 其实我很开心的 我很开心的 嗯然后我也我也很希望能够回去 嗯我们可以又见面啊 然后你把头发扫了吗 对呀你才发现我染了个红头发 好看吗 这个要提牙器的 嗯 谢谢 谢谢 那我我就跟你说一下 那个你那个啥 呃那个什么什么 呃那个助理你得要注意一点啊 就就还是尽量的远离一点 真的我我我建议啊 嗯我助理我助理是他刚才跟我 我们在你说了一下 他是说不太想让我回四川 就是他最大的点 其实是他比较担心我回四川 他说我回去会影响这边的工作 什么是 等一下小枫你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小枫 就是他他是觉得说 我回四川的话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然后他他会没饭吃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那你去给大家解释一下 老伟哥 其实我真的对你没有敌意的 第一个没敌意 不是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记你是一个这个 肥力高的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就是什么 我希望 其实我对你本身是没意见的 我觉得你就是说那一句话 让我很不说 因为我跟唐唐也是兄弟 对不对 我们也是合作伙伴 你说什么 这个叫四川那边的砂糖菊什么的 对不对 但凡懂一点的人家人们都知道什么情况 你何必说什么话的 很甜吗 你刚刚说的是酸吧 自己说的是酸吧 我就问你是酸是酸还是甜呢 兄弟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说啥心里都有底知道不 我们也知道什么意思 我也不参差你呢 你也给我一个台就下 好不好 好嘞 对 但是我的意思知道不 我是希望阿伟 阿伟刚刚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 不管你叫他小伟还是叫他阿伟 他都说了对不对 你怎么叫都可以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你比他帅 我的意思就是对不对 我们其实也算是一个对不对 在一个一条战性的人 其实堂堂好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跟我们也好 对不对 我们好的之后堂堂也好 好不好 其实我把这个镜头交给阿伟 我希望就是温和一点 对不对 就是可以想骂 就是不要语重带刺 好不好 你要是想骂 你真的被刺了吗 是不是您 你兄弟 有没有 我说了 你给我一个台阶下 我给你一个台阶下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这个不是台阶不台阶的问题啊 你觉得我有敌意 我不是觉得你有敌意 刚刚直播界 全不全公平的都在说 你说四川的沙汤鱼 皮不铁 酸不酸 对不对 家人在公平上面打 知道不 他说你 要么你就是吃醋了 要么你就是化妆带着酸胃 你等我出去一下 你两天先两天 不是 不是我没有带 我没有带那个酸胃啊 这是我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点带酸胃 对我有敌意啊 不存在 兄弟啊 我没有 我不跟你 我没有 对你 我不可能有敌意的 老婆 那我为什么 那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要互相解台阶的 因为你学历高 我学历低 不是 跟学历没关系 大家都是当拿来交朋友的嘛 你不要拿学历来台我 不好的 不是 我说的是实话 知道不 对你 那这样子好不 我就觉得你是无声争计的一句话 我也不跟这个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后面 对不对 说的话 就不要去内涵什么 我们就有话 那我们就不存在台阶不台阶的问题 那就可以 可以 OK 没有家人 我知道我 我有点点抬高 不好意思 来 二伟哥 你好 你好 每次见到你好开心 谢谢 谢谢 首先呢 我是很尊重你的 但是呢 你刚才说话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BG对吧 唐唐唐是你的老板 对吧 没错吧 对 那么他跟我是好朋友 对吧 你就一下来呢 就说话 我觉得有点不尊重我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要唐总安心的留在广州 把这边的公司好好经营 其实并没有对你有主意的 这是一方面吧 但是一方面你跟我说话 你说什么叫我什么小伟 你应该也没有这么老吧 对吧 其实年龄很大的 你都大了 我马上40了 那是我叫你哥 那你就叫我小伟吧 我就叫你哥吧 这个不重要 其实我们不要去争论是怎么样 既然唐总说了嘛 你跟唐总是朋友 我是作为唐总的助理 那我应该喊你一声 阿伟哥 我不用 你这个不重要 不要是你年纪比我大就行了 对吧 叫我小伟 这个吧 阿伟哥 阿伟哥 不是你 你不要这么叫我呀 对不对 你这感觉有点特异啊 你又不是特异 我尊重你啊 因为你是唐总的朋友啊 对啊 你这是我 你干 找干嘛去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阿伟怎么了 有点调戏人的样子 就没有别的 你自己决定 你这个你觉得这个助理很OK 那就我支持你对吧 没什么别的 我只是给你建议 一个建议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不是 是我去一个洗手间 然后你俩 我不信任 我不信任你好好去跟阿伟哥 我跟阿伟哥在交流 随同学习 阿伟哥教我怎么样去服务你 怎样去服务你 啊 不是 那你看你都好好许啊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那说了啥呀 我哪有跟你说叫你好好的 不是你这故意的吧 我 我有说过这句话吗 哎 你这个人一水一笔的 不是说叫你好好的吃 哈哈哈哈 我没有说这句话 我没有说这句话 我没有说这句话好 阿伟你到底教他什么了 你刚才教他什么了 你教他怎么了 我没有 我没有教他 伺候他吗 伺候他吗 你伺候我什么啊 你 你好奇怪啊 你说这话 干什么 来直播就这么多人在线啊 我有没有说 我有没有跟他这个助理说 什么好好去伺候 谈谈谈谈 我有没有说这些家人没有 没有说这句话吧 对不对 我跟他说 谈谈他办 事情 对不对 他说你说 我跟你说啊 他说你说了 他说你说了 到底说了没 我说了吗 那你相信谁吗 你说了吗 说了吗 刚才不是说让我 吴吴谈谈 伺候谈谈谈谈 没有 没有吗 佳人 要不要看回放 不是 你直播剧有多少人 你问吧 你问他有没有说吗 对 不是他他你相信他是相信我吗 你觉得 我相信你 不是你相信我 你可以问直播剧的吗 我相信阿伟相信阿伟 阿伟应该不会这样说了 他说谭谭说一句瞎信我 你这么一直递着谭谭 干什么呀 他说谭谭说一句瞎信我 你就这样子跟他递着 这干嘛 这递着他干嘛 那阿伟在家里做什么呀 我就是说呀 我不是说你好好跟阿伟学习吗 然后我去的洗手间回来 然后我怎么感觉阿伟有点不开心 你又说什么惹他不开心了吗 阿伟说我说什么了 你不是我跟你说 为什么 你问什么情况 小王女生点 你刚才听到的 我就只听了一句话 就说他说要向阿伟就好好学习 对阿伟哥都 后面就 你憋的吗 后面的是 阿伟哥说他没我大 这个他说过 我没有说我没有你大 你自己说你四十多岁了 我说我快四十多岁了 我说你又来了你看 不是为什么总说这样子阿伟哥要跟我比大小 那个那个谭谭他跟我说他四十多岁了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你干嘛说你四十多岁啊 没有说我快四十多岁了 他比你大你也要喊他伟哥他比你小你也要喊他伟哥这是一种尊丞我懂吗 那你为什么 这个阿伟一句假话都没说你们自己知道的都在直播间听着的他又没有说他四十多岁了对不对 那我说你四十多岁了我叫我小伟我希望我说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你再争着我好不好 我再说话你也再嘎啦嘎啦的说话那是哪个人说话就就有点对不到 你刚才我说我我就让你说好吧 我来我说说几句我就不说了第一 第一 我们不是纠结这个是不是四十多岁的问题叫小不小伟的事情 主要是各方面我觉得你有点那个啥对吧 第二你想叫我小伟你就想踩着我你就踩吧没事 我给你机会但是你不要说什么你四十多岁了 那你说斐斯麦你们瞎不瞎就他有四十多岁了 这一看就是个小白你这哪里四十多岁嘛 我说完了你说吧 还有一点呃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我 这个阿伟就要说是厂组 但是我也说是方式老板 你不再这样说我请阿伟 呃要以上司为幸福的关系来处理 不知道这个不行 这个邂逅说 对家人们来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 对不对你们刚才觉得他有没有说四十多岁告诉我 然后呢阿伟哦我跟阿伟交个底 阿伟绝对没有说让他什么什么什么照顾什么团团 他说吃货吃货堂堂 对他绝对没有说什么吃货堂堂 还有一点我可没有说过叫你好好的吃货堂堂 这句话你自己编出来 你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个 把这里搭好就行了嘛就这么的搞搞这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义什么老板的真的是你们两个真的有点比这个 你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义老板义老板就是 嗯 你以后就知道 家人们你们说这个这个什么谈论的这个做你是不是有点有点相似那个义老板 义老板你认识吧 你没有见过义老板吗 你跟我不比 你们两个应该是还是有七七来玩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有点吓死 这这画面已经泡一泡的哦 然后把我往义老板那边引的我觉得我跟义老板不是一路的人呢 那你不是不知道义老板是谁吗 那我觉得这个义老板这个是贬义词 哈哈哈有套路 哦 老伟哥你泡的我 没有 哦 哦 林晓风 晓风 晓风不知道义老板是谁 他都不想跟他一样 我跟你说 你让我 你让我知道义老板这个词是个贬义词 那我我跟你说一下嘛 嗯 义老板是一个老板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是呢 他呃 有一点性格跟你有点相似 你知道吧 有些有些事 所以你们两个 我我我祝你家来也大了 老板 老板 必须大老板 没有没有 我只我只会辅佐老板呢 我不想当老板呢 你像个老板呢 现在还是像个老板 嗯 真的 大家们给老婆爹爹关注好不好 给老婆爹爹关注 我们觉得他像不像个老板 你们说一下 想像一点像 但是 哎 你知道吗 阿伟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阿伟 吴总 他不是今天才来我公司吗 我刚才问他 我说 我说你才来我公司 为什么你今天我跟阿伟 连麦你好像很了解 我跟阿伟似的 他说他虽然今天才来我公司 但是他已经观察我们两个的事情 有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 我说你对每一个老板 入职前你都要做这种背景调查吗 他说我就是关心一下你啊 我要做废书呗 他说他要了解一下我其实生活 他早就知道你 兄弟你是搭保鞭的吗 我是当斗仔的 现在不是社会社罗 偷拍 偷拍 你是你是 他的助理你是 帮助他还是保护他 你是保护他的了是吧 保镖 不是保护保鞭的了 是 无微不住的照顾他 我哪需要你 伺候他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你为什么呀你 这什么伺候都来了 你搭助你你搭你的 你好好说话 什么叫 什么叫无微不至的照顾 什么叫伺候我 你 因为 阿伟刚才讲了他 你像这个时候都跟我讲啊 你找这个助理是来 伺候你的吗 他说了 不是这 那谁怎么回事 你这 挂了挂了不走 不想跟他说话 亲爱的 亲爱的不是 我们就说 他是不是在无中生有 他是不是在无中生有 你们告诉我 我真是服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今天 我 不是 没有 今天没有别的意思啊 唐总 真的 就是 要不然就直播回放 直播回放就直播回放吧 难道 难道对不对 真的有 你真的说了 我觉得阿伟的黑股 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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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阿伟为什么要黑你呀 我好伺候他 我好伺候他 阿伟的 阿伟的嘴里面就没有 伺候这两个字 对啊 我也觉得他说不出这种话啊 阿伟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够了够了 我们走 都给他们吃 别吃 你得 挂了够了 我们不跟你说了 说不清楚 他走 你自己看着办吧 别别别别别别别 哎呀你搞什么呀你 他真的说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是我是 你爸爸派我是来过来伺候你的 家人们阿伟会这样说吗 说什么派你来是伺候你往那边坐一点 我跟大家聊会儿去 阿伟 阿伟会这样讲吗 没事你你坐过来一点 露露身子出来也没事 就是我们俩别坐太近就好了 没说过 小枫你 你会姓啊 你是不是姓易啊 他真的说了 阿伟真的说了兄弟们 真的好奇怪 我真的没有不说 阿伟真的在堂堂出去的时候 跟我讲说 你是你爸爸派你过来 去伺候堂堂的吗 他在贬低我呀 我是来当助理的 我不是说我来伺候 堂堂 当他一个私人 私人的全职保姆呀 我是当助理工作助理呀 他真的说了 说我是来伺候堂堂的吗 那我那我肯定也生气呀 不会吧 哎呦你们两个在搞什么 不是你很奇怪 就是我一个朋友连个麦 然后然后 我我我工作也是有原则的呀 我不是说我我我工作是助理 而不是保姆 他说我伺候你 那不就是在贬低我吗 他在说什么呀 所以说我觉得阿伟也很有意思 你看那直播间的那叔叔阿姨妹也都说 阿伟说了的 有陆屏说过的 就在堂堂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回放 真的说过 我不骗你的唐总他可能说错话了 他可能就是就算阿伟说了他也就是 他为什么要贬低你啊 他看我不顺眼他为什么要看你不顺眼啊 那阿伟是没有小王啊他对自己的助理都很好的呀 因为阿伟身边有小王 那你身边有我呀 对呀他他自己的助理他对于他自己助理那么好的 为什么要贬低我的助理啊 对不对 我们关系这么好他贬低我的助理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真的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两个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 他出来 我的合作伙伴过来贬低我的助理 他为什么 他跟你有 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人家为什么要去 去去那个你 我这太奇怪了 你想多了 小枫你不要自尊心这么强 你放心阿伟对你是没什么 人家是一个老板 你现在只是我一个助理 你俩现在就不是在一个 一个水平线上好不好 这不是水平线上的问题 这是也不是说老板跟助理的问题 这是一个男人说没说 做没做 这个事敢不敢承担的事情 对不对 唐总 这跟 这跟他的他的老板姿态跟我员工姿态是不一样的呀 那我一个员工我敢做敢为 那他敢吗 他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不是我觉得很很幼稚好不好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真的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人家有什么 没有谁看不起谁 面子都是自己争来的好不好 那他是不是还说我像易老板呢 这他说了吗 加上他是不是说我像易老板呢 虽然我不知道易老板是谁啊 但是我觉得易老板 这个词很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贬义词 没法我逗笑 易老板 没有没有 他只是说你们有点像 小峰还真不知道谁是易老板 但我觉得就是易老板这个词很不好 虽然说 他绝对说我是伺候他上的 而且还说我是易老板 说我姓易 你说我爸妈生了我 把我名字把我姓都改了吗 那那你说我 我不说他说谁啊 他快真哭了 易老板什么说 你看他说易老板是中国好老板 说你像易老板已经不错了 你不要乱想 你看他那边有人说 易老板是个有实力的人 第一 因为我是堂堂爸爸派过来的 也不是易老板派过来的 哎呦我的天呐 没有你看直播间很多喜欢那个 那家人们那 那是我说我40了你们信呢 你看我像40的吗 我是堂堂爸爸派过来的 我爸派你能不能注意用词 我爸爸引荐你过来的 不是我爸爸派你过来的 我爸派你来干嘛呢 我爸你爸你爸 什么你爸 你爸你爸就是 我要疯了 安排我过来 帮助你的 我真的 你是易老板 还你爸我爸 你少给我套近乎 你真的是服了 哎呦我的天呐 你不是我爸的私生子吧 你啊 你搞什么鬼 你姐姐堂姐 哎呦我的天呐 我真的是服了 你爸我爸 你不会真是我爸的私生子吧 你 你别开玩笑了 哎我说我40你们像 你们觉得我像40啊 哎呦 你真的逗死了 我研究生刚刚毕业 我怎么可能40岁了 但是我要跟 我要跟阿伟小伟 小伟哥 你喊什么小伟小伟哥哎 阿伟哥阿伟哥比大小 阿伟哥要跟我比大小 那我应不应该比阿伟大一些 你喊人家阿伟哥就行了 你喊什么小伟哥 家人吗 我不行了 你到底想干嘛 这个人男人肯定要争个大小啊 要争大一点 哈哈哈哈 我的 牛 这个家伙太牛了 这个家伙 哇真的 那不是把助理整疯了 是助理把我给整疯了 家人们 我的 你不要再说我像易老板呢 我觉得这个词不好 有点不尊重我 哎呦哈哈哈哈 你这他吓得灯泡都要炸了 小小峰很有意思哎有没有喜欢小峰的 喜欢小峰的咱们抠个一 就还蛮喜欢小峰的觉得他蛮有意思的 抠个一 我这个人比较直吗 有什么说什么 嗯 但你说我像易老板那就不好了 哎呦我的天啊你看哎也有喜欢你的 嗯 易老板很有名 全都是一 嗯 嗯 你看还挺多人喜欢你的对不对 嗯 没事 因为我是要为唐总好吧 我也没有什么私心 但是你对我好以后咱们讲究一下方式好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呃 不要让阿伟不开心好吗 因为阿伟他开不开心关我什么事 因 阿伟开不开心不关你的事但是关我的事 懂吗 听懂了吗 他不开心你怎么样 他不开心我不开心 你为什么会不开心 你管我为什么不开心 你管老板这么多干什么 这个人真的是太奇怪了 你你就 我就告诉你你就算阿伟不开心 我就不开心 然后你就不要让阿伟不开心好啊 那阿伟让我不开心那你会怎么样 59块9来家人买来给我上上一点库存 家人们就是我说有抗皱景致效果的这个冻干 冻干眼磨 不重要啊 然后这个眼磨家人们你们去试一下 是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王炸的产品 然后里面是有冻干 也有有冻干 也有眼磨 它是二合一的 它是一个二合一的产品 看到没 就是这个的话 先贴这个在你有皱纹呢 有纹路的地方 然后再贴上贴上外边的那个贴膜之后 我刚才贴了一下法令纹就一下就会好很多 这个确实不便宜 嗯 家人们确实不便宜 原价599 599啊 原价599我今天一折 一折给大家上 一折给大家上59块9 一折的基础上拍一发二 家人们 两盒里盒 写的是一盒 59块9写的是一盒 呃 今天在直播间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家人都知道 因为我不能写两盒 嗯 写两盒的话就 呃 就就就就影响到很多很多人 所以说我写一盒 但是我给家人们你们发两盒 好不好 59块9 一盒 当然我给你们发两盒 嗯 然后功效 功效的话就是 它有一个抗皱紧 紧致的作用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上的 嗯 把所有的库存都给我加5个 修护那受损的细胞 不要即将开始 我要所有的库存加5个 家人们 最后5个 最后5个 好不好 修护细胞的 嗯 一盒里面4 4次的量 8万 多 家人们啊 我告诉你哦 呃 一盒里面是4套 是4套 知道吗 他他他走了就走了 家人们他走了就走了吧 好不好 他他他走了就走了吧 我我只能管阿伟开不开心 我管不了他开不开心 好不好 他他如果走了就不是我把他赶走的 是他自己要走的 但是我爸把他带过来了 我第一天就把人开除了 这就是我的不对 明白吗 所以他不开心 那就让他自己走吧 好不好 嗯 但是我确实我让人家走的话就不礼貌 知道吧 好吧 我管不了所有人开心 我不是人民币 我也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 就是 他觉得 我行就行 他觉得我不行的话就另谋高就吧 好吧 嗯 好吧 就是我们 家人们对不起了啊 家人们对不起了 然后 嗯 今天晚上我这个助理 但是你别说 虽然他很 他他有很烦人的地方 但是其实他 其实他也 挺逗的 他这个人确实也挺逗的 家人 然后不管怎么样 然后 嗯 嗯 59块9 两盒 然后也算是唐糖给大家 嗯 下波前的最后一炸了 最后一炸了 家人们啊 然后可能很多家人你还不知道怎么用 等一下唐糖会再给你介绍一遍 你就放心的去拍就好了 59块9 嗯 两盒 这个是我们这个品牌一个非常 嗯 厉害的一个品 这个跟69块9的胶原蛋白面膜 如果没抢到的家人们这个是晚上必买的 是我们这个品牌里最厉害的 就是我们个人认为是很棒很棒的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就这两个品 一个是我们的冻干眼膜 你今天走完之后离开我的直播间 你全网啊 你去找一找有没有今天的这个机制 59块9两盒 全网你去找一找 没有这个机制 因为我是老板 好吧 然后这个品牌柯兰宇 你可以去打电话去问看一下公司的老板 有没有一个姓唐的 好不好 看一看唐糖有没有跟你开玩笑 是不是自己家的产品 好吧 以后看到这个产品 我希望你们就想到唐糖 因为在任何平台 任何地方 可能你都找不到这样的机制 因为只有老板可以这样给到 好吧 然后59块9 我上面写的一盒 但是我会拍一发二的 我会拍一给大家发二的 好吧 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我们还没有不到货的啊 这个再给我上三单 就上三单 好不好 上三单 这个品六盒 这个这个品六盒 面膜 胶原蛋白 抗皱紧致面膜 我可以直接说的 因为我们是有检测过的 是完全可以抗皱跟紧致的 然后咱们再往上顶一下 好不好 69块9 然后加送一个洗面奶 加送一个99块的氨基酸洗面奶 99块的氨基酸洗面奶 因为9块9的价格太炸了 上不了 所以我直接送在了这个品里面 为什么这个品今天晚上很多家人们都买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99的洗面奶 送在了这个里面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买的洗面奶 我送你了六盒2000多的面膜 免费了 炸不炸 太炸了 家人们 你今天买了之后 我明天如果不在公司的话 你可能看不到这个品 这个品真的是在我们公司 已经网红帮我们带了几百万盒的一个 有抗皱跟紧致效果的 家人们你们直接去扫 直接去扫码 能扫出来的 有抗皱紧致效果的 好吧 助理的事情怎么讲呢 有安平嘛 安平的话其实就冻干 对不对 安平今天没有 家人们 我今天就是想放几个我们 我过两天给你上 好不好 今天就上不了了 然后你安平的话 想用安平的话 你就买这个吧 买这个眼膜吧 你感受一下 用在眼睛上的安平是什么感受 好不好 其实你想要的安平的成分 就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里面 但是这个做的分子会更小一些 所有的有坑坑 纹纹皱皱的地方 你就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 然后里边不是有这个白色的吗 白色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把它点在 你有纹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 然后外边贴一个面膜 或者贴一个眼贴膜 然后半个小时之后你去看效果 非常非常好 这个是我觉得 太好了 我自己自用 家人们这个自用 这个599是我们品牌眼膜里面 是排前几贵的 排前几贵的 这个确实不便宜 在我们家整个 整个线里面 这一款眼膜都算是贵的 也是堂上自己去用的 确实不便宜 但是我今天上59块9两盒 你们拿回去试一下吧 真的是贵妇的选择 嗯 家人们别生气了 好不好 别生气了 嗯 你还有没有什么9块9的 给我的粉丝们叨叨欠 那不是有啊 那不是有啊 有啥呀 你给我上个9块9的 9块9 这样手单都8块9 给到粉丝已经很优惠了 唐总您怎么说我们都是最优惠的 还有那个 身体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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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你给我挂着 一直挂到下 下坡 身体乳都给 挂车 挂车 对对对 4号9块9的 那个我们店铺里 239一只的 这个4号链接 家人们来我直播间 必抢的 这个身体乳 美白身体乳 298 说错了 298的 旗舰链298的 4号 没有 今天没有 没有去薅到我羊毛的 家人们 你们就去薅这个羊毛 必薅的 这个羊毛是必薅的 家人们 这个是必薅的 如果阿伟需要我的话 我会去啊 如果他不需要我的话 我就不去了 阿伟在干什么呀 阿伟现在在干什么呀 哎呀别烦了 别烦了 唐总不是在了吗 下播了 唐总 阿伟刚下播吗 他刚下播吗 开播了 阿伟不喜欢我 阿伟怎么会喜欢我呢 阿伟有喜欢的人 没有给唐总点关注的 还挺 点点关注 好不好 你们就给我挂着吧 然后你们下班嘛 好不好 你们就给我挂着吧 然后我跟家人们聊聊天 你就给我挂着啊 所有的库存都给我加几单 家人们没有拍的 然后咱们拍一下 好不好 唐唐带你们在公司里走一走 转一转 哎你这 咱们那个楼道里面有Wi-Fi吗 Wi-Fi 对可以的 哎 那个 不行 哦 好吧 家人们 带你们看一看 我们的办公室 这是唐唐的办公室 嗯 没事 阿伟在忙 阿伟在忙 就让他忙吧 嗯 带你们看一看 你们 我 我不能说 家人们你们以后要什么 可以跟唐唐说 我不能说我们有什么产品 你们自己看 哦 看到喂 唐总 你那办公室那边要我看 好 开关键是我过去 我派我们信号 唐总 唐总那 看到我没有多少容易中书 没有 啊 我说明 那办公室那边 我过去中间 路上会不会没有网了 有网 你看 阿伟 阿伟在带货的话 我就不跟他连了 他没有带货的话 跟他连 嗯 还有人说唐唐是剧本 笑死了 家人们 你们看